李少 你看 萧萧来了 萧萧 你来了 萧萧 怎么就你一个人 那废物呢 看见没 废到家了 老婆 你这么着急 让我来民政去干嘛 今天 我们离婚吧 我们不是过得都好好的吗 为什么要离婚 就因为她 不然你以为呢 自从你做了我们爱家的坠血 给我们爱家丢人丢的还不够吗 爱余佳 我和你姐结婚三年 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姐的事 我给你们爱家丢什么脸了 你还好意思说呀 洗衣服 洗碗 洗地板 这些事情 训练跑狗都比你 够了 秦天 你还不明白吗 我跟你离婚不是因为别人 是因为你 这些年来 你缴过工作吗 你帮助过我吗 你只会待在家里好吃懒做 我不希望我的丈夫 是一个没有上见心的人 龙不语蛇居 好聚好散吧 行了 她在咱们爱家 白吃白喝待了三年 你跟这个废物 有什么好说的 你赶紧进去 婚离了 别耽误彭上提亲 小小我不想跟你离婚 而且我找你找得那么久 妈 你看什么看 你住他 吃他 你这寄生虫 你还没来过你 小小 我看这个废物 真没救 要不 我带你走吧 顺便 跟其他公司谈谈合奏 小小那你呢 你真想嫁给他 就凭他给你爱家送过合同 那你呢 这么多年 你给我给爱家送过什么 就是 我们小小姐这次合作呀 可是跟天海集团签的合同 像这种顶级公司的订单啊 能让我们爱家回想 能够 不像你 臭水沟里的寄生虫 还妄想攀上我们爱家的高知 我呸 我是下水道的寄生虫 爱家的那份合同是我送的 爱家的那份合同是我送的 够了 秦天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说大话 赶紧把婚离了吧 我们好聚好散 好 既然你如此觉醒 你我之间的恩情 到此为止 冥王 这些年爱家一直欺辱你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 自己就是天海集团幕后的老板呢 就算我说了 他们会醒 再说 我还有事情没完成了 冥王 可是这爱家他 反正我已经恢复自由之身 自从您去了爱家之后 您的车一直在地豪车行做展览 这不是刚被赶出门的废物女婿吗 怎么 还想打着爱家女婿的身份 到处骗吃骗喝 怎么 还想打着爱家女婿的身份 到处骗吃骗喝 我来提车 还是你没什么事 提车 你哪来的钱提车呀你 和你没关系 你什么态度 敢这么跟我说话 伯母 别生气 这地豪车行可是会员专店 让他装吧 到时候连大门都进不去 我看他怎么提车 秦先生 你来了 快请进 哎 经理 他不过是爱家不要的废物女婿罢了 让他进去 不怕脏了你的店吗 你给我闭嘴 秦先生可是我这儿的超级客户 再敢乱说 我可不客气了 行 雨燕 你不是说只有会员才能进吗 他怎么进 芭城是以爱萧萧老公的名义混进去的吧 这种虚荣的人 我见得多了 好啊 这个废物 简直是越来越窝齿了 你生气 有我在 是不会让这个骗子多长 秦先生 您的爱车终于效给你了 站住 秦天 我要是晚来一步 你是不是就要把车开走了呀 伯母 车钥匙都已经在他手里了 怎么 我看自己的车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吗 秦天 偷我姐的钱买车还这么义气壮啊 偷 在你们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在这说我用得着偷吗 说的理所当然 谁知道你有没有偷信 偷没偷 你可以回去问爱萧萧 现在给我让开 别挡着我带车 依我看呀 这种社会的蛆虫 就应该报警抓 没错 敢偷我女儿的钱 今天就要把他全给我吐出来 伯母 我已经报警 你今天不乖乖把钱吐出来 这辈子都没想出门了 谁是秦天 长官 就是他 偷盗他人财产 带走 说吧 把你偷盗的事 一五一十交代出来 你们还真有意思 无凭无据的事 你想我怎么交代 彭总特意叫来 让我好好观照 观照我 笑话 你少有嘴花舌的 你盗窃这么大的金额 十辈子都不够你待的 你现在被列为罪犯 未经允许 禁止接听或拨打任何电话 好啊 不过 我奉劝你一句 现在你不让我接听他的电话 一会儿 后果由你自己付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老大 您怎么 你这个废物东西 瞧你干的好事 我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 现在外面已经被天海集团 上百位律师给围住了 红鹰大人 老板 您没事吧 老板 老板 你不是让我给你一个交代吗 不不不 红鹰大人是天海集团 在江城的总部责任 您是红鹰大人的老板 您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得罪您呢 我 都是姓彭那小子骗我 我现在就去把他给带回来 不用了 我会在招商晚宴上和他一起算账 而你 我 就按照规矩办 怎么样 晓晓 今天那小子把钱还给你了吗 钱 妈 什么钱 晓晓天不是偷了你钱去买车吗 这小子报警抓了他还死不承认 你说什么 晓天被抓了 妈 今天这几年虽说是没什么本事 但是也不至于亢谁害谁啊 你说说你们 晓晓 Veo 晓晓 晓天 才刚离婚 你就找好的夏家 才刚离婚 你就找好的夏家 你说我找夏家 晓晓 我前天是什么人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这三年来我一直都是真心对你 真心对我 那还真是委屈你了当了三年的家庭主妇 这些年来 爱家遇到任何危机 那都是我在背后帮你解决 行了 口口声声说你在帮我 可真正帮我拿下天海集团订单 哪是彭于晏而你呢 在这儿跟别的女人轻轻吻吻 算了 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 信你 信你被我保持出来之后 立马勾带上别的女人 她能出来根本就是 晓晓 这次的招商晚宴上 我会证明我自己 同时 我会让你看清你口中所谓的彭于晏 到底是什么人 明王 既然这爱家如此不知好歹 不如直接让天海集团取消 算了 这份订单 就当我对爱家最后一次帮助 晓晓 当你知道自己口中的废物老公 是天海集团的老板 你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吧 听说这天海集团的晚宴名额稀缺 来的可都是名流世家 这一次可多亏了彭总您呢 客气了伯母 还好彭总认识着天海集团的老板 不然怎么可能破例带家属过来吧 就是 这个废物怎么也来了 他不会是想蹭着跟我们一起混进去吧 妈 肯定是这样 他呀 肯定是想进宴会放新的 站住 这个废物怎么也来这里了 我去哪儿 关你们什么事 你 秦天 你不会以为 你一辈子都只能靠女人吧 我们都离婚了 你还是这么不思进去 我秦天从来没有想过要靠女人 爱笑笑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 你会发现自己看错 怎么回事 在这吵吵闹闹 就是他 这个吃软饭的废物 还想混进宴会 先生 请出示您的请帖 请帖我有 但是你在检查我之前 是不是应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 哼 我们彭总可是社会精英 怎么会没有请帖呢 不像有些人 好吃懒做 被赶出去了 还赶不了靠女人的坏习惯 我给您说呀 他呀 就是个无业游民 他混进宴会呀 就是想偷东西 你可千万别放他进去 先生 你要是拿不出请帖的话 请你离开 秦天 我知道你拿不出请帖 这样吧 只要你像条狗一样乖乖听话 我可以考虑考虑 带你进去 你 一张最低级的红色蜻蜓 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要带我进去 笑话 彭总大发慈悲 让你这个废物进去 你还不理情 要我看呢 干脆把他赶出去得了 你知道好歹 一张蜻蜓吗 我有必要骗你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有真的黑金蜻蜓 但是什么 怎么可能 给他打ỡ 能 των 所观 只需要 调查 拿回 mineral 继续